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生头有灵光 神灵处处必有 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必有大作为 财运不断 香疏云 双手通天闻者绝少见 有职者 心硬手辣 大事必成 四 良知等长 食指和无名指一样长 由此首相的人在年轻时都吃苦颇多 中年之后事业腾飞 当个小老板挣下千万家也还是铁定的 第二 从首相中看是否漏财 大体有以下四点 一 看漏财文 看漏财文的区域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的连接处 如果下面有掌纹直达这里 一直到两指的间隙之处 这就是首相书中所说漏财文 大体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接而来的 另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的 还有就是单独产生的 漏财文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你是一个存不住钱的人 二 看手的薄厚 手的薄厚代表一个有的福分浅薄 手掌肉厚 掌肉嫩 当手掌展开是手心自然形成一个凹坑 往里面掉一些都会存住而不会流走 这里手相便可以存住钱 而漏财的手上漏少 显得干瘪单薄 手掌展开 手心是平的 往里面掉一些手全都流走了 几乎是一点不存 三 看手指缝 所谓的漏财手注重的是一个漏字 就像我们说的漏斗一样 就因为下面有孔才会漏出去 因而存不住东西 手相也是如此 当你将手指展开后并拢 看看你的指缝 如果手指合拢之后 不透一丝指缝 就说明不漏财 如果出现了指缝则说明漏财 而且指缝越宽越漏财 似从手相上的财运线 破财文 财固与漏财手看个人财运 以及化解漏财破财的方法 一 财运线 图中小拇指上部红色的短束线是财运线 财运线如挺直 清晰者财运好 纵然现在贫困 以后也会财运好转 不过纵然财运线很好 如果其他线条欠佳 没有配合财运也将逐渐变换 财运线不明显或者没有 财运线有缺陷 比如断断续续不连贯 趣者不值等 表示金钱运较差 这时候受到生活困难的威胁或生意不顺当 应该请根据本人姓名 生辰八字秘制的五路财神招财富催财转运 参考资料五路财神招财富开财门符 二 漏财文 看漏财文的区域主要是在实质与中指的连接处 如果下面有掌文直达这里 一上图中黄色色线条 一直到两指的间隙之处 这就是首相书中所说漏财文 大体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接而来的 另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的 还有就是单独产生的 漏财文已经明确地告诉了 你是一个存不住钱的人 不能聚财 三 财库 蓝色圆圈代表财库 手长肉厚 长肉嫩 当手长展开时手心自然形成一高坑 往里面掉一些都会存住而不会流走 这里手相便可以存住钱 而漏财的手上肉少 显得干瘪单薄 手长展开 手心是平的 往里面掉一些手全都流走了 几乎是一点不存 四 漏财手 如图片下半部分 当你将手指展开后并拢 看看你的指缝 如果手指合拢之后 不透一丝指缝 就说明不漏财 如果出现了指缝则说明漏财 而且指缝越宽越漏财 第三 六种负命人手相特征 一 手如肝将加到比昌 有些人解释成手就像干瘪的老姜 告诉大家这句关于描述财运的短语是什么意思 真正的解释 手如干姜 主要是说手的握力 干姜的阳气最重 而握力靠的是干的阳气 在人体里皇帝内晶云 干变动在握 出生的婴儿 骨落筋肉而握骨 就是人的握力是从干来的 干为将军之官 谋略出焉 干就像一位大将军 主一个人的谋略与做事能力 如果干功能旺盛 那么这个人的手的握力必然大 而握力大的人也必然干健亡 那么这样的人做事能力强 有勇气 敢闯敢拼 赋予冒险精神 有勇有谋 敢为天下先 不畏艰难的任性 那么这样的人一定是一成功 女孩子找男朋友要仔细了 和他握手的时候 去感受他的握力大小吧 女人手如干姜 新家之人 必定是丈夫事业上的贤内主 拇指分眼纹 边缘闭合不佳 影响运势 嫁得丈夫虽然品行和才干都不错 但是夫家的家境一般 需要女士婚后夫妻携手创造财富 也说明女士早年父亲创业会很辛苦 波折较多 这样的女人也是育儿能手 教字有方 多数子女成才 晚年孝顺父母 她们一生都勇往直前 不会简简单单的被困难打倒 她们懂得利用自己的优点去赢得成功 也正是她们的品格会被贵人赏识 哪怕她们一分钱也没有 但出色的表现也会得到富人的投资 她们懂得抓住机遇赢得成功 二 发达的财文 手财文位置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 有一条平行与感情线的文就是手财文 有这种手财文的 通常是能够手财的 理财能力也很好 会知道如何管理钱财 选择适当的投资 大拇指节第二节指腹中的横文 手财文 A 手财文是手相论财富最重要的文路之一 此文最判断人的一生 能否有钱或守得住财 而且几乎无例外可循 一举重的 B 凡大拇指第二指腹中有横文 均算手财文 手财文即代表有财且能守 手财文常代表路财多 也守得财多 手财文短代表路财小货不易守财 C 没有手财文 完经可律 此种手相代表一生存不住钱 到年老需要靠亲友子女的帮助 或令退休金或养老金过火 假如手掌中的纹路互相交错 能够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话 便成为财库 代表着财富 不管男女都会有不错的财运 不用付出太多 便会赚取很多钱财 很容易大富大贵 三 太阳丘隆起 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 代表着财富 假如太阳丘长得丰满隆起 颜色明论的话 其人的赚钱能力会很强 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 并且能存得住的钱 一生不会为钱财所累 四 理财文深长 在手掌感情线上方 有一条平行的纹路叫做理财文 理财文长得深长的人通常都具有理财的头脑 无论是替老板 上司理财 或者是在大公司里面做会计出纳 还是自己投资理财都会赚取很多财富 也具有大富大贵的潜质 五 手中多财库 在首相中 小指的根部成为水星丘 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 是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 假如财运线长得深植有力 或者有多条深植的财运线的话 其人的财运会非常好 很容易大富大贵 假如水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出现实财的话 表示其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 比如买彩票中奖等等 六 首星挖比星家 首星在人体是劳工学 劳 付出 公 地域 该学星包经的高热之气 再次带动皮土中的水氏气化为气 学内的地部 皮土未受其气血之声 反而付出其师 卢人之劳作付出一半 这是一处火学 火在人体主心 在人类社会事物当中主前途 劳工学家的人前途光明 心地善良 富于现身精神 在集体当中劳工学代表大领导 劳工学家的人会得到领导的破壳提拔与青睐 那么什么样的劳工学好呢 就是首星要凹陷 凹陷的首星劳工学最发达 而突出的劳工学力量最不落 首星如果突出则一生事业前景暗淡 很难遇到机遇 没有贵人提拔 只能靠自己奋力拼搏 要给大家讲讲 手上有佛眼闻的人 生活富裕 女的能望福 有一种纹路是代表着聪明智慧高的 这个纹路就是佛眼闻 佛眼闻位于大拇指第二节手掌虎口处的横指接纹 乘几个眼状纹 一 佛眼闻位置 位于大拇指第二节手掌虎口处的横指接纹 乘几个眼状纹 便是佛眼闻 二 佛眼闻解析 佛眼闻又叫孔子眼 这是一种很吉祥的手纹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若是拥有这种手纹 都象征着衣食无忧 女人拥有佛眼闻还代表着旺步 三 佛眼的好处 一 拥有佛眼说明你是一个直觉很准的人 感知能力特别的强 很多时候凭着第六感的感觉 得到很多的好运 二 佛眼的纹路与佛眼闻 佛眼线 佛心闻和念力相互相呼应 常常能靠着这敏锐的直觉 须及避凶 如同神佛一般的能力 三 拥有佛眼的人 不仅有很强的感知能力 在记忆力方面也相当的出色 就如同拥有着超能力一般 第二 俗语掌心有三文 横才跳进门 三文指什么 老祖宗的识人数 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 人们通常都会以博大精神来形容 传统文化中 的孔孟之道理 老庄之思想 诸子之经典 卢士岛的文化内涵 以及浩瀚卢焉的博大精深的精实典籍等等 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其实也并不仅限于这些浩瀚入烟海的精实典籍 而是老祖宗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以及对老祖宗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罗集 而这些东西除了在典籍中有记载之外 还可以通过民间的风俗 传统来表现 就比如说掌心有三文 横才跳进门这句俗语 其实就是老祖宗对 世界认知的体现 俗语是传统文化中 最贴近民间生活的一种 老祖宗将自己总结出来的 生活经验 将老祖宗的文化智慧 甚至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 也都与俗语融合 总结成一句句快制人口的俗语流传于后世 这些俗语不仅内涵深刻 而且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中有很多 俗语便是源自于老祖宗 所总结出来的十人数 而这句掌心有三文 横才跳进门的俗语 便是老祖宗对十人数的 总结 那么这句俗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看这句掌心 有三文 横才跳进门的俗语中 所提到的三文 所谓三文 指的便是掌心中的圆形文 米字文和井字文 老祖宗 认为手中如果有这三种文 就预示着会有横财和偏财入门 当然这样的说法 其实并不为当下的人们所认可 人们认为这样的 说法并不具备合理性 甚至还有点迷信 但是就是这样完全不存 在因果关系的手文和财运 却被老祖宗所接纳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也很好解释 这句掌心有三文 横才跳进门俗语出现的缘 因其实大概可以归纳为两个原因 其一便是老祖宗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民间常说人有五福福 路受洗财 而才作为民间人们生活的基础保障 更是老祖宗们难 是当代人最渴望的一种朴素的愿望 所以这句俗语中的后半句 便是表达出了老祖宗 对幸福生活的一种 渴望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 所以民间才会有这样的俗语流传 其二 贫贱富贵在当今的人们看来 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拼搏努力得到 但是在古代那种社会环境下 却并不完全是如此 所以人们才会渴望寻找到一种方式 可以探寻到所谓的命运 于是民间便出现了从手中的纹路 从一个人的长相 甚至从一个人的身材 行为 出生时辰等等 来判断一个的首要祸补 平复贵贱等 而这句俗语 便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才会诞生的 民间其实除了掌心有三文 横才跳进门这样的俗语外 还有很多 类似的俗语 比如说难看彼子女看嘴 一生富贵少是非 没上 一根肠 能抵万淡凉等等 这些俗语都是老祖宗的经验总结 虽然不见得完全正确 但却是老祖 宗的一种思维模式以及生活观 而且 这样的识人数经验 往往也是融合了很多文化内容 才被老祖宗所总结归纳出来的 第三 俗语掌心过两元 有才又有权是啥意思 两元指的哪二元 我们国家是一个拥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国 在我们这条奔腾步 修的文明长河中诞生了很多灿烂而辉煌的文化 古代的识人数便是 这灿烂辉煌的文化之一 它与诗字歌赋一样 同样是拥有着深厚的文 化内涵和历史渊源 而且 很多识人数 都以俗语的形式表现出来 与民间的民俗文化相 融合 成为了一种独特的俗语 这些俗语 往往快知人口 能够在明 兼广为流传 成为老祖宗留给我们后辈子孙的宝贵遗产 其中就有掌 心握两元 有才又有权的说法 那么这两元指的分别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这句掌心我两元 有才又有权的俗语 说的其实是 如果手中的文路像两种元 那么便预示着这个人 不仅可以有不错的仕途 甚至还会有不错的财路 像这样的俗语 民间其实有很多 大多数都是老祖宗依据自己的经验 而总结出来的俗语 往往没有什么实力可以印证 古代的人们在于 到了问题 希望了解未来的时候 就会通过类似于掌心我两元 有才又有权的方式来进行一些预测 直到今天 用这样的方式去遇 测未来 了解前景的行为还依旧存在 这样的方式 说到底 其实是老祖宗对日常生活中不确定性担忧 和对未知的恐惧 那么 这句俗语中的两元分别指的是什么呢 其中一个指的是像月蕴一样的圆形 老祖宗认为这样的形状 欲试着权力和仕途 所以人们也会将这样的圆形称之为是宝云 而另一个圆则是指像铜钱一样 人们认为这样的情况欲试着家 中是比较富有的 不仅家中钱财埋怨 而且家中的粮食更是会堆满 仓库 毕竟铜钱在老祖宗的眼中 就是财富的代表 老祖宗又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 手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 人类就是因为解放了双手 才能够创造出炉 精灿烂而辉煌的文明 同时 手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肢体 也是人们 最常用的肢体 所以一个人的生活 职业等等 都能够在手上留下痕 即民间有着男人手如眠 女子手如柴的说法 意思就是说男人要 是双手手眠柔软 女子要是手掌如柴干硬 都是预示着有一个不错的 生活环境 这是因为手软 预示着不做苦力 在古代药香也只有那 邪官老爷 秀才 地主家的男丁 才会不干活 也能活得很好 而女 子手柴 则说明是个勤劳持家的好女子 正是因此 老祖宗才会将手上的一些特质 与人的富贵 未来相结合 像这样掌心我两元 有才又有权的俗语 虽然不见得正确 但它 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心态 让人们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 更自信主动地去迎接挑战 甚至还能够起到一定的道德约束作用 民间的很多文化传承至今 始终是有一定道理的 它一定是契合了我 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需求 才能够绵延千百年而不休 我们在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需要辩证的砍弹 第四 一井二井 钱财万寝是啥意思 手中有井子真的好吗 所谓一井二井 钱财万寝 其实说的就是如果手中有井字文 那 没有这样情况的人 必然是钱财万寝 而且不仅是家中富贵有 鱼还会有不错的社会地位 换句话说 就是财会双全 老祖宗的俗语 往往有着简单易懂 朗朗上口的特点 这句一井二井 钱财万寝的俗语也不例外 一井二井指的就是掌中的线条 民间的老祖宗认为 我们不仅能够从一个人的外貌识人 甚至能够从一个人的手掌 也能够识人 民间经常说贵人食指软绵绵 就是说富贵人家出生的人 食指定然是软绵的光滑的 这些都是老祖宗 总结的识人智慧 虽然片面 但依旧有着一定的道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事新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